这只巨无霸 大家我是老胡 听说极美老院子的那家海海会 最近菜品很好 走去瞧一瞧 先看一下螃蟹 这次这里面好像很多品种 但是个头都不大 这只南瓜就很大 但是嘎掉了 有位螃蟹很小 原来还没下货 对还没下货 我还有啊 这个说仔细大了 还有几框在那边没拿回来 看来是我来找的是吧 说仔细非常大 六两有吧 不是一个妈的 七点这差不多一斤吗 这框什么蟹三眼三眼这边呢 青椒三五八 后面捕获了螃蟹啊 个头都挺大的挺鲜活的 哦 这框什么蟹三点 三点蟹 螺丝蝦 鲜蝦 鲜蝦 黑虎蝦 这边全是青蟹 这只巨无霸 哇这只要占一半的锅 皮皮蝦 生蚝 生蚝 上背 花炉 烤榴莲 现拨的榴莲 四生类啊 三文鱼系的鱼 这个甜蝦不行 水果 还有山植 椰子 剥一盘 饮料还不错 酒的总量还挺多的 虽然我都不认识 新蒸的螃蟹 拿一盘尝一下 鲜牛肉 猪脚 猪包肉 小龙虾 炖汤 这个是牛鞭汤 ok 朋友们准备开始 双人的话是469 人均235 他这家之前有停业几个月 去做那个当点的团餐了 这老婆还蛮聪明的 就是避开了那个螃蟹 最小最贵的时候 现在开海了 螃蟹都比较大 并且价格都不贵 所以他那个自助又开起来了 像每年的四一份到八一份 他那个螃蟹的质量都比较差 比较小 往往那个时候的话 很多曾经海鲜之助都被喷得很惨 包括连我都被喷得很惨 很多朋友去拿四月的视频来喷我 十月份的博主 不过那时候的螃蟹 现在差别确实是挺大的 我也无言以对 像这家的优势就有这个线包的楼莲 新鲜的 新鲜的 熟透了 很丑很香叠 就有一种这种发酵的味道 就是已经熟透了 好大碗的牛饼汤啊 这是我没处理干净 这个我还没吃 这些都有哈 这边的阿姨很勤快啊 来我这边三次了 三次都想把我这番 刚拿着螃蟹倒的 这个是海花籽 挺好吃的 他只有南方这边有 这不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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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放这 哈哈 每次在收垃圾都要把这盘倒掉 三文鱼 上面挺好吃 油脂很丰富很香 这个螃蟹看得大 但是拿着很轻 大概里面是空的 就是他没有蒸之前啊 放的那个蹭上面蹭是七两 这只水蟹啊 空的 就是看得大的话 其实里面没什么肉 要说肉还是有一点啊 但是他那个整体的占比 太少了可能 会有的看螃蟹也要看运气 这种水蟹的占比吧 他不说有50%以上 我说的是每一家真假天之久 差不多就偏偏有那么一整块的肉 三点蟹啊 挺肥的 像那个 呃 说仔细 他那个就是水蟹占比最大的啊 其他螃蟹他还好 像这个三点蟹啊 他个头不大啊 肉都挺满的挺结实的 所以说这个螃蟹啊 不一定是大就是好 只是看着的话 会 比较壮观 是和我们很喜欢的 红花蟹 各路也可以 扁的空蟹 还行呢 虽然水比较多 所以就水蟹了 还行呢 还是有点露的 就是这个露和他的个头占比 太小了 钳子里面露很多 尝一下他们这个清蒸的 真好吃 而且挺肥哦 都不用自己拿蝙蝙蒸了 直接吃他这个蒸好就好 但是有个弊端 下面这一坨粉丝有点多 他这一般是两种螃蟹哦 有种螃蟹是新鲜的 那我吃的这只的话 这只好像是那个三点蟹 肉是棉的 他应该是用了死的 那就清蒸的再挑两只这个大只的说是这样 看一下肉多不多 这一池子都挺大的 但是剩下的都是死的 调了几只小的 但至少是活的 吃点虾 像这家的话 目前来说的话 他新鸟比 还可以哦 就是比他 以前要高 因为他新增的这个吧 羡慕的榴莲 还有椰子 就上一次来吃这家的话是没有的 但是价格好像比之前贵了 有 20块 然后那个熟食的味道变好了 可能是有油饭熟食 我记得以前那个熟食不怎么好吃 吃虾是挺顶得 可以多吃点螃蟹 虾的话吃到长一点就好了 像现在厦门比较合格的海鲜之助 他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必须得有至少四种虾 四种蟹 然后榴莲 椰子 鲜牛肉 花螺 就这个的话已经是最低标准了 因为 现在基本上每家都差不多了 现在的话比较都不是菜品和价格 比较是哪家的螃蟹 最稳定的 像这家的话 他这个个头还是质量 就是有点称之不齐 仅代表我这次来的体验 他这个螃蟹的话 大的是很大的 小的是很小的 那肉紧的确实很紧的 那空的话也确实很空 这块给你 什么意思 这块硬硬的 一看就是生的 哈哈你对我这样啊 非常大块 有些味道小的 这块下去直接薄 嗯 啊 非常香 有这个线布榴莲也算是一种创新的 这个重量啊 这只应该也是空的 滴水的 就边边啊有点漏了 其他部分嘛都是 比较空 这只螃蟹不大啊 但是 漏挺多的 还有膏 啊 这膏一定苦啊 漏还挺满的 生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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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你又只剩好费有阴影啊 不该三个一起吃的 他估计有一个是坏的 哇好美味 赶紧吃一块牛奶缓一下 哇 太大了一盘 三足啊 这三足看着不错 嗯 嗯 像我觉得这家还可以吧 至少他比以前 有进步 想吃这房间的话 尽量可以早点来啊 就赶第一波他们那个 下螃蟹的时候 像那个一点多的时候 我看还有人陆续来吃 其实没有必要 比较晚来吃的话 那一螃蟹啊 基本上要么是小的 要么都是睡着的 本来都要结束的 突然看到谁吃 这么大只呢 这只漏 挺满的 看得见 你要认真挑的话 还是有点好喝的 但是这种 太少了 哇 老板都是漏 ok 朋友们 这家店的话 大致就这个样子 总体来说的话 会比以前 要好一点 这期视频结束了 喜欢老胡的 点赞 跟家关注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